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现在可以看到了 接下来就由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这些公司就是为什么选择PASA 作为这个消息终结件 然后主要就是第一点的话就是主要是考虑到PASA 在数据完整性方面的话 它能基本上能确保数据不丢失 然后还有一个它的高可用 还有一个就是PASA的高可用 另外一个就是它对数据存储可以做分层存储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一个海量数据的存储 另外的话就是最关键的是我们最看重的就是这一点 然后就是能快速响应 快速响应 因为我之前的话它公司做的是一个也停车场的一个支费系统 然后它主要是也要有需要对客户端的话能进行快速的一个响应 不好意思啊 刚刚也同时进来导断了一下 一个可就是也主要是看重这一点的话 然后也加上这些 然后也一共这四点的话就是成为了我们对PASA最佳的一个选择 在PASA的使用中 然后我们一共用到了也PASA的一些这些组件 一个是一个是也PASAFLink PASASync PASASync 这个PASASync的话 然后也是我们也自己根据那个方式的也自己定 根据自己的业务场景来写的一个PASASync 然后也PASAFLink PASA Spark 这些我们都用到了 都用来作为大数据大数据的一个处理 然后也PASASherkel PASASync我们也用到了 PASASync主要是我们自己在PASAManager接控台上也用来做了一个消息Message的一个交互式查询 然后 也在 他的这个也使用了订阅过程中的话 然后我们一共用到了也 share的模式和kshare模式 kshare模式也是因为我们要保证那个有用的 要保证那个顺序消费 这里当时我们使用的PASA是2.4.1版本 后来也因为也 这个2.4.1版本 所以kshare模式还是测试 测试吧 测试吧 后来我们就把它升级到2.5.0版本之后 然后kshare模式用起来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顺长的 然后我讲一下就是也这个一个架构吧 我们呢 我们呢也最开始就是也最开始的话也系统 因为种种原因吧 然后会出现了一些 也会出现一些也那个也不同的 那个也生产上的一些一些事故 然后我们就后来就 其实在从去年开始我们做PASA的时候 我我一直在进来 我一直就做这个PASA的调业 一直也跟到也跟到了现在现在吧 然后也对PASA的话做了很多很多调业 比如说那个也压测啊 各种复合我们业务场景的各种也压测 还有测测 还有测测 还有也那个数据类数据类一致性啊 这人我们都做了这些验证了 也最我们呢现在的话就是也中间就是一个PASA 是一个核心 然后也这个也车我们那个车厂端 车厂呢是通过也用了这个也EMQ 这个也消息一个MQ 然后一位车厂呢 他是那个也弱弱性能和那个也网络环境都不是很好的 所以用了他EMQ用的是MQTT嫌疑 然后也EMQ跟PASA直接是通过那个桥接方式 桥接方式里将数据传传进来的 PASA也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也上行吧 上行的话 然后也也数据也车厂呢 将数据也上报到也EMQ EEMQ 然后通过也桥接方式 把数据流到PASA PASA也这边流到PASA之后 然后也这边也业务系统 业务系统就会通过 这其实有一个业务层的 这是业务系统会也订阅PASA的消息 拿到消息之后 然后再也分发到也不同的什么其他MQ 比如说也 Ruby的MQ和RocketMQ等等 然后也这些消息处理完之后 就是消息处理完之后 然后要下行 要返回 返回这个也数据到这个客户端 这如果返回的话也是通过这个 这是业务层 然后也拿到消息处理完之后 他进行业务处理之后 然后进入交数据流到这个PASA 流到PASA之后 然后关键这里有一个 有个很关键的一个Sync 这个Sync 当时我们是用的是也 我记得当时最开始用的是 那个也集成PASA的那种Sync方式 但是那种方式的话 也因为也对我们的业务场景 有点不太适合 因为消息的话也就堆积 也消费不过来 后来我们就通过自己 自己也通过那个方形的模式 然后也实现了自己的那个Sync 然后就Sync拿到 也这个业务系统传过的消息 拿到业务系统传过的消息之后 然后他就会也把这个消息 发到推到 推到也 推到这个也 推到这个EM call 推到EM call 推到EM call 然后也这个也 可难的端 可难的端 也再把再去订阅 这个EM call的消息 这样的话消息就相当于来 走了一个也往返 这个其实当时还有一个也 我们的数据的话也会通过也 这个也帕萨弗林克 帕萨斯马尔克 分成了两部分做不同的处理 就是留到这个也 Hadoop里面去做BI 大数据他们那边做BI分析 当时也这个也 这有一个有几点 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也 这个帕萨 帕萨这个topic 在这里的 topic的那个分区 分区那方 分片 每个topic分多少个片 这个上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压策 进行压策 然后适合自己的那个数据流量 当时也记得是最开始用的是六个分片 然后六个分片的话 它是对我们的也那个业务 会造成一定的那个消息对接的影响 然后呢 我们就也最测出了一个最优的性能 就是九九个分片比较比较合适 然后还有这个sync sync这个是很关键的 就开始用用那个也集成pasa的那种sync方式 就是也会丢 消息比较对接也比较明显 后来我们就这个 这个这里花了不少的时间 来做这个预言 就是也写自己的sync 写自己的sync的话 然后我们就是也有一个 相对于 就是就是我们自己自己的一种sync方式 嗯 然后也中间的话就是也会 在pasa和emaco之间 就会通过这个sync来做一个消息的一个 一个推送 然后每一个 每一个也 每一个业务的话 然后它是 其实sync每一个sync也是做了一个高可用方案 然后也 它就是相当于也 对于emaco来说 它有个弊端 有个弊端 就是也 它每一个列阶 只能也 每一个client 只能使用一个client ID认证 然后所以所以对我们呢 这个如果想 想要使用多些什么的话 就必须要开启多个client 对使用多个client的ID 所以这就造成了也 当时我们的一个 一个业务的话也不太适合 也它那个集成pasa那种sync方式 所以说我们就自己写 也就是我们自己写的sync 然后通过也这种方式的话 然后就基本上就能满足我们的业务 呃业务场景 在这里的话 在这个呃 在这个sync这里消费的时候 然后我们是用的是也 呃我们是用的是k-share的模式啊 就是在sync这里 呃消费 消费也pasa数据的时候 我们是用了k-share的模式 但是我们对这个也k-share的模式 也做了压策的 基本上能呃满足我们的那个 当前的流量啊 就就可以的啊 呃这个k-share的模式 呃开始还比较比较质疑 后来就是用用起来之后 觉得还是挺顺畅的 没有出现 基本上没有出现问题的啊 对 这个是我们后面的一个也 后面一个集团的一个sars sars平台 然后就是也是围绕也是围绕pasa pasa来展开的 嗯 嗯 也就是说也集团也他有一个私有 私有部署 然后也有那个也sars sars客户有私有客户 然后我也我们需要采集数据 采集数据流到pasa流到pasa 然后最后最后也后台也会做那个也BI BI分析啊 然后业务系统也会也会用到这个也采集上来的数据啊 这个的话 然后我们就是也通过了前通过一个也因为不可能 因为也不可能把当时2.5的那个也pasa的话 他也那个接口也呃 协议的话是不能暴露那个也外网端口的 然后也我们就 再说也这个也不可能也把这个也我们的pasa地址 暴露到也外面去 然后这里的话就做了一个那个也也数据采集了一个API 然后现在你把私有客户和那个也sars客户的数据 都通过这个API采集 采集上来采集上来 在你最终流到pasa流到pasa 然后也也后面搭数据 然后再拿去做BI分析和EO系统也会去拿得到这个数据 其实也其实也现在的话也公司层面的话 基本上这个也基本上有这个数据数据流的话 基本上都是围达这个也围达这个也pasa在展开的 后面的话也现在也基本上也好多业务 基本上都也切到这个pasa上面来了 也每天的流量也挺大的 自从我们用了这个用了这个也pasa之后 在用使用这个pasa的过程中 其实也出现很多很多也大大小小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吧 但是大问题基本上没有就好像就出现过 遇到过一个吧 当时就是也pasa2.5版本 他那个也其实他那个也数据 当时就突然就突然就堆积 瞬间就堆积了也好几十万 然后最终原因的话 当时就发现是因为有一个有一条数据 他在某一个订阅下面的某一个topic的一个分片里面有一个数据 总是得不到消费 这个当时也还请教了那个李鹏辉会哥的 他帮了不少忙 当时是因为由于他那个也stat info 那个也去看他的那个数据堆积的时候 就出现了总有一个消息 然后没有被消费 所以说了这里面的话可能是因为他一个一个统计 精确统计那个也 那个也消息堆积了那个也精确统计的一个原因吧 导致后来后来通过也那个也挥格了一些指点 然后然后也用了一些命令把它处理掉了 嗯 然后也这儿的话这是我们也那个也 也那个也就是这个也多祝福的话 多祝福也是对我对我们的一个业务场景是很特别适用 因为我们那个也集盘集盘下面 每个集盘下面有很多那个也也不同的 有有很多就是有很多集盘吧 每个集盘下面也有不同的那个也 也业务 然后就根据这种集团就是香港也可以做一个租户 租户的话下面每个集团下面不同的业务 也六分为那个也不同的命名空间 然后在最下面就是脱皮开了 这个也也租户的话 它是直接是负负不干扰的 这个这个带趴上里面是特别好的 因为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用起来 也是特别特别顺畅的一个一个功能 另外的话然后就是我们也做了一个对Parsal Manager 然后做了一些展开的功能 然后就是也比如说Message的查询 Message消息的查询 然后这个功能我觉得做出来也挺特别方便的 然后一旦我们也那个消息消息列入中出现了什么问题 就可以直接首先去定位 定位是不是Parsal里面的问题 然后就可以在在这里面查一下 查一下也出入脱皮给命名空间等等 还有时间开始时间结束时间 然后就可以看看是不是消息是不是 是否流入到Parsal里面了 如果也流入到Parsal里面的话 这个就基本上可以排除是不是Parsal的问题 对 另外我们还对还做了一个Parsal Manager 另外一个功能展开 就是对它的那个也做了一个消息发送 然后在界面上做了一个也针对TOPIC 做了一个消息发送的功能 比如说也消息 因为就是这个功能也是也是也用户提出来的 然后他们为了也方便也测试 然后就带那个也就要求也比如类似 也Ruby那么科啊等等 他们也在界面上有些也对于TOPIC发送的功能 然后我们也就做了一个这种功能的一个展开 我再说一下 最后我再说一下 我们也这个也在做Parsal的过程中 也升级一个升级 然后Parsal的升级也是特别方便的 然后也之前我们就开始用的是2.4.1的版本 然后也后来也因为要用到那个K线的模式 当时还怕那个也升级了会影响到一些业务功能使用 结果也其实升级的是升级的时候我们也是一台一台升的 其实也这个在升级的过程中 其实也还是蛮顺畅的 不会出现没有出现任何的业务 影响业务方面的一些性能功能 然后也对Parsal的话就开始我们使用它默认的那个也JOM的那个参数 然后这个也使用它那个参数的时候 也那个我们那个也JOM的那个也回收 垃圾回收时间是特别特别高的 基本上能有些时候能达到也达到也一到两秒 然后后来我们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就是也很多测试 然后包括就是调用JOM的调用测试 最终也然后把它也优化到了大概就是也几十毫秒 100毫秒以下基本上都是在50毫秒这样 然后Parsal 然后Parsal Manager Parsal Manager其实也挺方便的 这个也控制台是做的也特别好的 也它在上面的话比如说也我们有一次出现 那个也数据需要重复重复消费 然后从需要重复消费的时候 因为大数据那边需要拿到这个数据做一个重重计算 当时就是Parsal Manager上面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对那个数据数据时间的一个重置 然后可以重置到也比如说也凌晨几点 那些开始从几点开始消费 对然后也这个数据 也就可以做一个全量的这样一个 也就是一个实践段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消费处理 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特别方便的感觉是 对还有一个也最开始我们也是对那个也Parsal Parsal的那个也地域性复制功能 就是最开始我们做了一个双火 就是Parsal的一个双火 然后就是两个集群之间互相备分 当时也这个也最开始做了这套的话 也这套也集群互相这些备分这套机制 然后也其实方案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也做了很多调研 做出来之后也刚开始做出来之后 也通过了也能够完整数据完整性的各种测试 然后数据也在两个集群之间互相备分 然后互相交配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都是OK的 但是后来也由于一种种原因 我们就没有使用那个双火双火这种也机制 然后还是使用了也就是单集群的这种机制 因为双火的话它要的服务器比较也多 然后还要用用到那个也看看Figure 等等这些 大概我就把我在Pasa上面的一些经验 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接下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这里就讲的差不多了 谢谢上欧同学给我们分享Pasa的使用心得 那么大家对邵宏同学的演讲有没有一些问题呢 现在可以提问了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刚才就是您提到说在使用那个Pasa的时候 关于GVM那个垃圾回收的时间 这个好像是我在好几个用户这里 好像都听到说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你们当时做这个的时候 就进行调优完了之后 有给社区就是其他的用户反馈这个问题吧 有没有跟他们去分享 就你怎么你们遇到了这个问题 怎么去做调优的 这个当时 当时也因为是我们是通过那个 果然发的来监控 监控那个也Pasa的服务器 然后就发现这个也 他的垃圾回收就特别高 实际特别高 然后就去做了看一下 也Pasa的原生的那个配置参 就用配置参数 他的那个也什么 也比如说并发并发现成数 什么都是32 而且还有并行的那个现成数 都是32等等 还有那个也垃圾回收暂停时间 他设的是好像默认是200 200毫秒吧 对不对 然后也这些也我们就对这些也做了 在这方面做了 因为我们可能每个公司他所使用的那个服务器的性能配置不一样 然后可能也就是Pasa的话 我想他是不是就是用了可能一个比较高性能的一种配置模式 然后也我们的话 因为机器的话基本上都是8核这种等等这些 然后可能就达不到他那个JV我们的那个也配置参数 那就根据我们也机器的一个配置来做做在这方面做了一个调优吧 主要就是对那个GCGC也并发现成数 还有并行现成数啊等等 还有那个垃圾 那就回去占领时间 这些把它也做了一个也优化了 对 然后这个我们当时做了之后 没有没有给社区分成分讲 但是可能考虑到每个人每个公司 他们可能使用的那个业务场景不一样吧 可能对 对 其实可以勇敢的出来分享没有关系 因为我最近接触到一个就是场景中 我发现好像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在国内比较普遍 好几家用户都遇到这个问题 都需要做一些对GM和垃圾回收做一些性能调用 所以我重新调一下那个配置参数 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发现炮炸了某些问题的时候 就勇敢的提出来 然后没准你遇到这个问题 其他人也正在遇到 所以你的这个对其他人也有用的 那么大家对这个slide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OK如果暂时没有的话 那我们这一场就先结束 然后后面大家对Posa在SaaS平台方面的使用情况 想深入和少工同学分享的话 可以私下来联系他 或者是也可以直接找到我们来 通过我们来找到他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少工同学的分享 非常感谢少工同学的分享 然后也感谢大家的参与 好的谢谢 好的 拜拜 明天GMT加巴时区的明天下午5点到晚上的8点半 我们还是会有Posa的专场 欢迎大家来参加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